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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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戰友網聯賽亞太杯201年延長賽季的第六場比賽 是的 對現在是晚上的九點半 不錯很準時啊 是不是大家精神正好的時候啊 是不是都要一起看Twitch看轉播的時候啊 所以就跟我們一起來迎接我們今天第六場比賽吧 那是 Looping Dishan Karen Tiger 對呀晚上我們九點半本來就有比賽嘛對不對 今天表定有 對呀只是表定好像是最後一場吧 我們等等 沒有差 我們應該抓一下戰犯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你看看 E-L-Gaming Dishan Pyrolin是5比4 Looping Dishan Horseman是5比3 而Lessamara Daya是4比5 很好 嗯 好啦那今天這場比賽 Looping Dishan Karen Tiger 這場比較麻煩就是 呃目前這場比賽影響到很多隊伍 第一個是 其實麻煩就是主要是麻煩我們手Care的Horseman 呃對呀也是也關心到 呃 San Paris自己的一個季歐賽對手 以及 Teen Efficiency最終的排名 還有最關鍵的 是 Looping能不能保擊成功 啊對 對Looping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我 我好像有 一直跟你和家瑤提過 Looping是一支我非常喜歡的隊伍 所以我當然很希望他們可以繼續留下來 而Lessy Memory 她的隊名就已經告訴了 她告訴你們 這是最後的回憶了啊 嗯對沒錯 非常有可能下一支不打的隊伍啊好可怕啊 也還好啦沒有那麼可怕啦 沒有現在重點就是 Looping今天的掙扎 我們來看先看一下積分 是的 也有Gaming現在是14場都打完囉 那是40點積分 就是穩 就是確定是第一名進駐我們的亞太北決賽了 而第二名就是雅圖Gaming 是30點積分也是確定的名次 第三到第六名就還有懸念囉 第三名是Teen Efficiency 目前是24點積分 而Sanparents還有一場比賽沒有打 是22點積分 而Horzman是16點積分 那也是一場比賽還沒有打 而Count Tiger 就是等於要進行的比賽是14點積分 最後第七名跟第八名呢 則是Lessy Memory 18點積分第七名 而Looping是17點積分 在第八名 有一句話說啊 垂死的動物掙扎是最可怕的 你知道什麼啊 欸對好笑這句齁 你想想看現在 Looping距離逃離降級區只需要 需要是兩分 兩分 對兩點分 所以他可以在Typebreaker的時候獲勝 或是真的全勝 對直接進 直接在正規八局裡面 擊敗Count Tiger 那獲勝 是的 那真的對於Looping來講 這場很重要 他們一定會全力掙扎 這已經無關求生意志 而是能不能生存下去的問題了 這是一支隊伍的存亡所在 對然後對Count Tiger來說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選擇 就是他想要搭第六名還要搭第五名呢 因為對少對手也不一樣 呃重點重點是現在很尷尬 因為Count Tiger不管怎麼挑 最後一輪還是要看 Horse Man打Same Pirates的結果 呃對就是反正你的對手不是Same Pirates 然後是一分完成寶擊 這樣多棒的一個寂寞ending 對啊 畢竟也是一個我真心喜愛的隊伍 就是一直想要看 他們幾乎沒有 哎有只有過一場DQ 真的是一個有好好出席的好寶寶 對啊幾乎沒有缺席過 就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為這個賽季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好的那我們就來看這兩隊的選BAN圖啦 Rooping是先BAN掉了Same Pirates 而Count Tiger是BAN掉了Ruinberg 嗯Same Pirates BAN掉很正常Ruinberg BAN掉也還好 那在選圖上面Rooping選擇Ghost Town 而Count Tiger選擇Mice 今天大家都很喜歡打Mice 呃穩定的穩定圖 好防守棒好好打拿小分的機會比較高 嗯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BAN 第二BAN這一邊要看一下Count Tiger 剩下Cliff、Himmelstorff、Provka以及Morovanka 嗯 這好緊張啊 好的 Count Tiger BAN掉Cliff 而Rooping則是BAN掉了Himmelstorff 嗯 今天稍早的比賽 Rooping也是BAN掉了 Rooping的選BAN也是BAN掉Selivate跟Himmelstorff 好的第二次選圖上面Count Tiger選了Provka 而Rooping選了Provka 而Rooping選了Provka 會對他們有利吧 嗯 之前好像沒有這麼穩定的說 我一定是BAN這兩張 嗯可能覺得說Selivate真的不好打 那Himmelstorff、Rooping也一向真的沒打好 對 我要看一下之前的紀錄才會記得 不然我會像我就會想說Himmelstorff那應該是一個地圖相對小 那也比較考驗基礎工的城鎮戰 那是不是弱隊會先向選擇這樣地圖 嗯 你說Himmelstorff嗎 嗯 Himmelstorff的話 問題是在於說短兵相接的紀律 嗯 如果你在這種實力過於懸殊的對戰的情況之下 你還拿出Himmelstorff會是一個很不適的選擇 因為Himmelstorff你也知道這就是拳拳到肉 你一拳我一拳的換砲 還有一些卡位的對砲 對砲的對決而已 那你自己如果翻下 如果實力差太多 對砲就對輸 那你選Himmelstorff就沒有意義了 但是如果你的隊伍的實力是跟對手相當的時候 你換砲不會落具一下風 那這時候你去選擇Himmelstorff就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 我這邊其實最近的紀律也只有到上禮拜 上禮拜盧品對上7-Pyro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沒有banHimmelstorff 他是自己選了Himmelstorff 但是第一ban一定是banSan River 7-Pyro這張新地圖對於 不管是前段班的選定義隊伍還是後段班來說 應該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各個伺服器都不喜歡打 因為前面講過1號點到站點 出生點到2號點之間的距離太長 然後空曠數太多 沒有什麼掩護 然後過去一定會被收過路費 然後加上北面的山上地形 是對防守方十分有利的一個地形 甚至可以講說是過度有利的一個狀況 所以會有這種 所以會認為說這張地圖各隊不愛打 就是因為對防守方真的太有利了 是 不過我還是蠻喜歡這張地圖的 我覺得比賽還蠻精彩的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 你為一個大家已經打了兩三季的一個地圖鋪 住了一個新的活水的感覺 有點耳目一新 我覺得可以再去開發更多比賽地圖 例如說恩斯克 恩斯克能不能把他帶回來 我覺得這可以考慮一下恩斯克 這邊可以再看看說之後 然後賽博多斯會議師先決定的這一季是延長賽季 那明年會有全新的賽季 那明年會有全新的賽季 賽制上也勢必有不小的改變 那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樣不同的地圖鋪 那這邊英文台也做了一個賽前預測 大概是3比5 2比5跟1比5 這邊還是要講就是說 之後會有一個蠻重大更新改版 就是地圖會全面HD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圖鋪 或許真的就是跟戰友網講的一樣 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地圖鋪 那之後等到我們HD化地圖 會把這個賽事的平衡性考慮進來做設計 是 或者是像Ghost Town 也是一個在我們第一比賽中 看到相當平衡 而且賽事也通常比較精彩的地圖 那是不是可以研發一些屬於電競的地圖 恩當然啦 但最終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比賽的地圖鋪 能夠跟野團的地圖相作結合 因為你這樣跟玩家之間才有一個共鳴嘛對不對 恩 我們最終電競賽事還是要回到說 讓玩家對我們的一整個賽事是有共鳴的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比賽打圖跟野團打圖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最棒的 那你覺得打15打15怎麼樣 15打15的問題在於說 他其實是一個考量沒有錯啊 欸當我比賽開始了看一下 Ghost Town地圖第一張的配車 路平是除了兩台的Mouse 兩台的T57 Heavy 兩台的5A跟一台R5T 而Kronkai的除了兩台50B 兩台的Mouse 兩台的5A跟一台R5T 差不多差不多配置 只是5C Heavy跟50B的一個差別 那前面講過嘛 25 呃 5C Heavy比較 重 比較不好調度 但是他的持續DPM輸出能力很可怕 那50B比較快 比較好調度 可是他的 裝填時間太長了 就是看你隊伍 自己的選擇 你喜歡用什麼樣的陣型去應戰 你覺得調度重要呢 還是說你覺得 我的持續輸出放血能力比較重要 你說 你說50B嗎 對 50B的持續放血能力 是5C Heavy的 因為5C Heavy是短裝填啊 呃 持續放血能力喔 但是50B的 我覺得50B的短裝填也很短啦 但是長裝填很長 短裝填是美國車最快 我反而是記得 我記得是T5C Heavy的長裝填比較短一點 長短 50B都輸 好了解 美國車這種東西就是 Make America 側面打一個509的傷害 欸你這邊快我好多 你也不客氣喔 好那你幾秒 53 52 51 50 那我這邊46 48 47 46 45 好了 哇這邊Nadeko跟Aki一個護頂 這邊這樣持續這樣消耗其實對於 呃 彈夾車來講並沒有 並沒有站上 逃到什麼好處 那 這一波可以看到Looping他的防守 很聰明他先退走了 沒有留任何的東西給你交換 哇這邊抓到Nadeko 那一個血量升得非常的低 結果Youpa這邊 翹起自己的底盤 被Batshark帶走 這邊的小 Nadeko血量也相當的危險啊 這邊小細只要注意 主要是TechShot他QC Heavy 出去太早 你要讓你的Mouse幫你扛炮 要不然你幹嘛選Mouse 對不對 嗯 Mouse就是拿來扛炮的啊 這邊是抓到Lucky的 呃 小尾巴 打完兩發 OK打完兩發 打兩發 漂亮 Hellion這邊只是把劉瑞順給帶走 各水一發 不過殘水的阿鐵也隨之倒下 Holly這邊在輕吊Lambert 都是各吊一台車 等一下現在很糟糕 他彈藥架壞了 而且他修理包剛剛繳過 而且他修理包剛剛繳過 Batshark要去追擊Hellion 的50B喔 他到50B要進入床莊填 結果這一發還是 沒有打到 冷靜冷靜 因為這邊 這邊你是一定追得上50B的 你不要這樣子甩炮 那甩炮太浪費彈藥了 哇 這最後一發 Batshark Batshark沒彈 這被Hellion回頭追擊 打得不沉穩 Batshark如果在外面抓掉Hellion 這場還有得打 但是Batshark 打這這這就沒得打了 但我沒輸過 哇 哇翻車 這這 Speese為什麼 batshark upa把Ecle打掉之後 現在自揮台 翻車了 T5C Simply 歐畢哥讓我們看一下他最後死掉的樣子 有回來了 他翻錯的是 Echo 是Echo 那就是我看錯了 OK 順利的打他這場比賽 我先恭喜是Karotager 對 那這一局 這一局真的很 這一局的問題點在於說幾個問題點 第一個是說Bassak Bassak沒有抓掉黑臉 他空了兩炮 沒有收掉黑臉的武林B 其實這邊 25T要一個觀念就是 你追得上武林B 是 你追得上武林B 你穩著打就好 你追到他屁股 而且他在裝蛋耶 他在逃跑 你穩著打 把這台武林B收掉 然後你裝填一直在進場 不就很漂亮 然後第二個是 那個 Rupin自己追擊的方式 對 我們來看一下精彩 replay這邊 這邊 這邊怎麼會 他自己操作失誤了 嗯 喔 倒車的是Echo 一把過來 欸 有第一發還沒有穿 那邊那邊只有Echo Echo打的 Echo打的沒有穿 甩一下而已啊 嗯 這一口打的 沒有任何角度了 好 問題點 問題點還是在於說 追擊的 一個方向 一個問題 還有 Mouse沒有幫 Mouse T57 Heavy太過於急躁 沒有等到Mouse幫忙 去交戰 牽制住 所有的 Carmen Tiger 車輛之後 才投入戰場 然後他們太早進去投入戰場 這個是一個問題 他們太早進去投入戰場 變成說讓 嗯 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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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7 Heavy 沒有辦法有一個很舒服的角度 雖然有交出戰 可是自己也損傷慘狀 這是 這個是問題點所在 嗯 這樣比賽 就是盧品這一季一直在犯 一直在犯的一個錯誤 嗯 這 他們一直在犯的一個錯 一直在犯的一個錯誤 因為 這一季 我們看到盧品常常在打 就是那種 打得很 很第一步都打得還OK 但是後面 越打越閃 越來越沒主持 套技無力 對就整個戰術組織性都沒了 是 感覺像是不太會解末端的殘局 或者是每一位選手 比較沒有那麼強的意識說 我現在該做什麼事情 應該講說就是解殘局 是需要經驗的東西 對 很明顯就是 缺乏 這一方面的經驗 他們不知道 怎麼樣去解開這種殘局 或是什麼時候 要拿捏啦 什麼時候要進攻 要用什麼時候要退回來做防守 要自己沒有想清楚這個樣子 因為第一波的戰術 通常是自己可以想得很完善嘛 欸你們誰去一號點啊 誰就是這邊先往前支走啊之類的 可是 就是一旦經過了一波交火 或是一些小學打散的時候 就會很考驗指揮官臨場反應了 應該還有考驗說個人的 個人對於戰場的意識 他的戰場的意識有沒有到位 知不知道我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點我的跟隊友之間的相對關係 還有我跟敵人的一個相對關係 這一點很重要 還有隊友之間當然還有默契的一個配合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是個人之間的一個戰場意識 你知不知道這個時間點 我追擊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我隊友在哪裡 我可不可以跟上 這一點很 這才是 這才是一支隊伍 要從一般的 對一般的普通的隊伍 變成一級強隊 這一個要培養的一個差距 你的個人的戰績 還有個人的觀念意識 一定要跟上 是的 那接下來就是勾手呼喚了 不過Luffy這些隊伍每一次過場 換局都很久 真的是有點受不了 現在不能判他DQ啊 當然可以判他DQ啊 他沒有照的規則走就該判DQ啊 不行 主辦單位不能每一次都放行啊 沒有因為他們DQ我們就沒期場了 這也是他們的選擇嘛對不對 不過Luffy是好一點 因為這一季賽季是選擇DQ了一次喔 Lessavari是直接DQ了四次 明明就是無限制的沿賽 就是主辦單位這次已經給大家無限沿賽的機會了 所以我們現在才一直撥抱這麼久 那我覺得選手本來就應該還要尊重自己的比賽 尊重自己的賽制 主要還是說 我覺得主要問題還是在於說 之前Teen Efficiency 我們沿賽會打這麼久 主要是因為 Teen Efficiency的網路 澳洲當地網路的故障的問題 這個 這真的算是非戰之罪啊 因為你 你沒有辦法去 苛責說 Teen Efficiency 要頂著海南不好的情況下 去應戰 因為 所以 規則上就有明定說 我可以 我可以在 比賽前 48小時以前 申請嚴賽 好的 那我們公主的呼喚 只要開始了 Looping這邊出了 四台的Mouse 一台T57 Heavy 一台的54重災 跟一台25T 而Claratta則是兩台的50B 三台的Mouse 一台5A跟一台25B 嗯 這個陣容 Looping 陣容還是很重 還是要 還是要主打城鎮內部 那 千萬不要被拉到外面去 因為 50B是 稍微有機動性的車子 來看一下這邊 第一波 第一波進這邊 第一波的移動 看起來Looping這邊 的確是 貫徹他們配車的一個意識 主打二號點位 那這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那來看一下 那Clarm Tiger這邊的佈陣 可以看到Poly拉到了這一的位置 而 Helion的50B也在 E1 F1 位置 交界出待命 這個主要是克制難免 怕 說有 25T溜進來 那等一下 等一下就是來看一下說 等一下就是來看一下說 這邊Looping 第一波 暴露給Clarm Tiger的情報 會不會讓 這兩台車 第一時間投入交戰 現在可以看到 Clarm Tiger的防守陣線 是比較 分 是比較後退的 主要是怕被血量一波硬黏上去打 Clarm Tiger其實在前兩次的比賽都打得很積極喔 那這邊是選擇可以比較保守的方法 應該也是很想贏吧 這邊直接進二號點做壓點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Clarm 呃抱歉是Rooping 前面壓點的戰術 第一波有做出來 可是 後面的 步驟沒有做到 現在是 Clarm Tiger先進去做站點 另外這是Echo 嗯哼 這邊看到這些情報 在 J1的25T跟 呃 E1 F1的50B應該就拉進來 OK果然沒錯 這時候Poly開始有移動 Helen也在做移動 也在做調度了 上來上來 看到Mounce先 開了一炮 白臉白臉 唉呀 哇這個OB真的是帶亂七八糟 沒有白臉啦 這邊來看一下 Yuppa 下去之後 以為可以找到Bassar的空氣喔 沒有所以立刻鑽電 嗯 嗯 阿鐵的血量剛剛被換到129滴血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PY來這個窗口 去保護站點的Echo 和 SPEEDS SPEEDS現在也在站點圈內 基本上 三台車進去站點 他PY在這邊就是去牽制住Mult打妹 然後他如果被 肚打一發沒有傷害 對如果他被reset他就會出去 如果他沒被reset他就會繼續站著 幫忙給予壓力 這邊來看一下兩邊打臉 來看一下兩邊對Mouse的熟悉度喔 這邊莫達妹是被狠狠打了一發 嗯哼這邊被reset到了 他PY是被H1洗了一個62 黑臉這個進場角度被堵住了 被Mouse跟 5C Heavy Echo再被洗一個119 這比較關鍵了 然後SPEEDS是吃了一個441的傷害 可以可以 這個被洗還算是可以接受 因為 因為他是B1是 比較 第一台第一站點的 所以有些點數整個不見 對這是第一 呃第一個 第一個是因為他是第一台被站點被洗還可以接受 第二個是 因為車種配置 你看 呃 Rupin的單發車是比較多 他們是專門打消耗 他們有血量 有裝甲 跟對面打一發一發互換的消耗 而Current Tiger是要打快打旋風啦 帶了兩台50B和一台25T 就是要進去一波 找一個方向去吃 所以你看現在Current Tiger被堵住 而且血量差距越打越大喔 這就單發車 因為現在是一個消耗 不過 不過站點是第一台進去 被打到影響比較大吧 只是因為時間還很夠 無傷大牙而已 呃 站點 站點的話從來都不是 只是要給 只是要做一個耳 去引誘Current Tiger進來而已 對 這是這個戰局的差異 不過第一台站點的Berry 射到影響最大 這句話是試試 那現在在我上面拿這個口 血量被壓得相當低 只剩下543 以大局觀來講啦 現在 現在是要 呃 Lupin要想辦法把 繼續把血量放掉 要把這個5000多的血量優勢 繼續擴大 這邊黑臉又被封死 對 而且朝北邊的這個愛口 其實Lupin也已經鋪出去打了 就是優 長 呃 長著自己的優勢 繼續前進 這邊側面Yuppa 繳完這一輪 打在五中上面還算不錯 血量優勢還是在五千多左右 五千左右 五千左右 哇 Poly被抓到 這後面Bassak的預警很漂亮 有堵到說Poly 的位置 因為Poly一直沒有出現 所以他有可能是從 南面要入 東面要入場 這邊 Revolution 他陪你跟Echo 依然在站點圈內 後打妹不考慮先轉過來做reset嗎 7秒 6秒 5秒 4秒 OK reset到 這邊 飛水戰腿 讓Yuppa成功的逃走 一個很好好的那個 就是 臨場反應 基本功有做到 那現在兩邊 這樣換著換著 血量差距 我的天啊 五打四 血量還輸了四千 COPPING解決到Hallion之後呢 只剩下三台車 哇這一場 這一場 Rooping的防 的阻擊線 真的拉得相當 當我沒說 今天到底怎麼回事 當我沒說 不 不僅是這兩隊 前面也是一樣 為什麼大家都要翻車 無論 Yuppa彈彈 我的天啊 還是被COPPING的阻擊掉 OKOKOK 好好 還是他POLY一台啦 那剛剛那個翻車 在子母畫面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但我沒說到 別救啊 大哥 這沒有救的必要啦 把POLY清掉就好了 他會被抓 你知道自己受傷 113還好 113不會 不對啊 是Mouse對Mouse 對啊 所以不太會 只是 撿褲箱撿個兩滴是有可能的 但是 Echo剩113滴血 好可怕 113 撞BOSS應該還好吧 剩13滴就不敢撞了 對 而且重點是他撞不回來啊 大哥你放棄吧你 他可能覺得自己沒事做 S攻擊方 他畢竟是一台車在站點 其實我覺得這種通報警時間 應該讓多點車去站點 哇 可以看到Echo的 的背 可是打不穿 浪費兩顆蛋 因為他露出來是 剛好是履帶 嗯 瞎貓碰到死耗子啊 而且還被亮了 抓到位子 大哥 三台車進去做站點 OK時間剩下17秒 大哥 站點啊 所以 還是一個被亮的狀態喔 啊 開始找到 第八 第二八沒傷 第二八有傷 324滴 這怎麼適應欸 運氣很好 但是這邊BOSS 對 BOSS 血夠多直接過來把你清掉 恭喜Looping 這邊是BOSS 一身來到1比1的平手 好緊張啊我的天啊 為什麼 呵呵呵 啊 哇到底 不過真的很 真的很好說啊 我覺得今天好多比賽都 都是 要不然就翻車 要不然就摔死 對不過現在還是 有把勝利拿下來 頭好痛啊 為什麼可以翻兩 你翻一次不夠 你有翻兩次嗎 而且同一個位置 還好啦 對 但不是關鍵的翻啦 是不過三嘛 對不對 我們一張地圖 不會打到第三次 除非突破將局賽嘛 呵呵 試不過三 所以不會打到不會打到 試不過三 啊 試不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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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啊 對 那我們的下一張地圖就是 賣死了 還是要來看一下精彩的 replay 然後同時做解說 這邊 又爬 主要是因為這一邊 是被 錄品拖進了一個消耗的節奏 因為 錄品對於二號戰點圈 周遭的控制 幾個重要的路口點 都已經被控制住 你看像 D717的這個路口被控制住 然後F6 G6這個路口也是被控制住 所以中間這三台車 他只要 他盯的方向很簡單 他就盯住你正面 然後加上 他知道你Poly 唯一能夠留進來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 南面 所以他把BASAK 留在外面 不斷去牽制Poly 的25T 所以你25T進不來 然後 這個 這個不重要 這個是OB最喜歡的畫面 這不重要 所以我不要說他覺得這個比較有趣 比較有可看性的是不是 重點 重點是說 在這一邊的時候 Rooping 成功把Carvin Tiger 拖進一個 你一炮換一炮的節奏 對於Carvin Tiger Rooping來講 他最希望看到就是 我們一炮一炮 全全倒肉的護鷗 因為這樣子的護鷗 對我自己有利 但是 對你是不利的 因為你是彈夾車的陣型 你遲早要找一個角度 切進場來打 而不是 而不是說在這邊留下來 跟我一炮換一炮 一炮換一炮 那我為什麼要選50B 為什麼要選25T 那就沒有意義了 我的50B 25T的用意 就是要快速的在你的戰場的 戰線 對在戰場上面 用 瞬間的爆發傷害輸出 打出一個缺口 讓我後面的 的車輛可以入場 但是 這一場就是 一直找不到一個方向 那 Carvin Tiger 好像也是當機了一樣 兩台50B Hellion跟Yuppa 就真的 乖乖站在原地對射 也沒有 看到他們說 有積極的想要說 我要試著去繞繞看 我繞開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說 有 有沒有任何的缺口 或是任何的 任何的 任何的弱點可以去突破 其實剛剛 T57 Heavy那一塊 如果50B 稍微繞開來 繞到那邊去 從南面 去入場的話 其實 哇這一局就 解了 因為 這局會有比較不一樣的發展 對 因為 跑不掉 這兩台車跑不掉 會被留在原地 那會變成說 逼著Rooping要打出去 那你正面還可以 正面那麼多Mouse 是可以再扛一下的 對 剛剛看起來Rooping其實 呃 站點後防守的 防守的 防守的 那個是蠻輕鬆的 直到後面要撲出去之後 兩邊才做了比較多的消雪 讓誰到今天變平衡回來 嗯 嗯 那我們下一個題目是MICE 那MICE在今天的比賽中 也是有兩次在舞蹈身邊的 呃 有摔過車 好痛好痛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來預測看看 Rooping會不會又再次表演一些 摔車之類的狀況 試不過三 呵呵 所以還有第三次的扣打 不會有了 對 因為試不過三嘛 到第四次才算是過三啊 不會 我相信 但是我真的是受不了Rooping 每次過換局都這麼的慢 嗯 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還需要Rooping幫我們拿三分 不要這樣子 給點牡力 好吧 其實 嗯 好 沒有卡倫泰克加油好好打 好好打 加油 可以的可以的好好打 對不對好好打 好好的幫一下你們的好兄弟 那個last memories 好好打加油 呵呵呵 呵呵 那我們那個等一下地圖是VICE 再來第三張是Perovka 第四張是Rovanka 嗯 這個雙方第一張地圖有拉住 那第二張如果繼續拉住的話 到Perovka或Rovanka 想辦法做決戰 甚至是 嗯 其實今天卡倫泰克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打得有點緊張 沒有 沒注意到 他們其實他們今天打得很緊張 呵呵 你感覺到就是生死之 可是卡倫泰克有時候真的打得太爛了 比如說 欸 今天稍早對三派人比賽 就生死之戰嘛緊張了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兩邊的配車 Rovanka這邊出了一台113 一台的-4 一台-7 一台MOS 兩台5A跟一台25T 而卡倫泰克是出了兩台的113 一台的MOS 一台的5A 一台T5051 一台的NBA5B183 被一台T 掰掰 哇 卡倫泰克還這麼不死心 還想再用一次183 因為前面我們看到他用183 效果很差 嗯 所以這邊卡倫泰克真的是不死心欸 堅持再來一次 Poly上山 Poly的T100LINE直接上山 安全上壘 嗯 那前面就上到幾雷 大概是 這邊應該上一壘吧 剛剛開始吧 嗯 還好還好 哇這邊 直接衝了 哇第一邊 OV可以讓我們看另一邊嗎 可以嗎 好 巴薩克被抓到 OK 在三角的 呃 5A跟113 有稍微退後一點 其實這時候說 巴薩克的525T在這邊曝光了 就 不要再走 890號線 有Russian吃了一個488的傷害 但是也有回擊山上兩台113 還要控制 還是他要控制好的 自己的陣型 噢 又吃了一發484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是 Echo吃了一個540之後 Model吃了一個476 然後 Tetra再吃了一發 都在做一炮一炮的互換喔 所以 還可以理解 但是 Cyron Tiger是完全集中在 呃 兩台的1在身上 黏著這石頭打 是個 也才是既視感啊 他控制好自己的對砲 這邊對砲是小細節但很重要 嗯 尤巴上來 這個角度 被巴薩克定位 抓到機會射出去之後 沒有傷害 結果沒有追到後面的Poly 黏上來了 哇 Poly黏上來就完蛋了 巴薩克蛋不過還卡牆 巴薩克只有一發 不射出去之後 沒蛋了 進入長魚肉時間 Poly很清楚知道這件事喔 直接往前追殺 再 差一發 85地獻 前坦坑樓是高傷 就結束了 哇 這樣的話正面一定要推 你一定要把正面拿下來了 對 Poly把 就是 欸 因為Cartan這邊是攻擊方嘛 等於89號是已經 空掉了 你現在正面一定要推 你一定要拿一點東西回來 要不然的話 你後面會被 T-Bot 包夾 對 SPEEDS把Aki打掉算是 回進了一個 一輛車啦 那Helen這邊又把Eco給趕掉了 他平板嗎 如果打掉 SPEEDS又殺掉 那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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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前面對砲 對砲的時候 Cartan Tiger是輸的 然後再加上 這一波 Looping的 這環擊相當果斷 馬上知道要推了 對 這不是Looping啊 而且Looping肯定知道 就是打彩血車 把你打掉就對了 對 T-CHA的血量也是彩血 但他就是活了比較久 哇 這邊Helen是想要逃跑 有順利逃掉 但是人家追上來啦 這邊退無可退 舉起雙手 乖乖投降 打到之後我們就要說 Looping真的是我們好朋友了 喔 正面看到 SPEEDS的槓擊 只有槓擊 T-CHA把Helen帶走 剩下Polly的一台T-Rine 999 再到Lambert 對 撞到槓4 想下去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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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直接摔死有沒有 欸欸 風騷走欸 風騷走欸 啊 445 OK 打一個445 這沒救了 就要跟他說掰掰啦 這走不了了 這等五回都好 OK 比賽結束 恭喜Looping在 那個防守防以後的勝利 嗯 相當漂亮的一局 而且這一局是 我第一次看過Looping頂著逆風打回來 嗯 因為一開始你BASAK被試破 就BASAK 投機不知道18米 在旁邊投砲投砲投著投著 自己自己就被偷掉了 是 那這一個時間點喔 這一個時間點 Looping打的 打最漂亮的是 他知道BASAK掉了 那他知道是T-100LT去抓他 所以他知道 你正面的車是少的 我這時候就 你前面對砲已經對縮了 我這時候 全面撲下去 你就算有一台183 也沒差了 因為我正面 你前面血量掉太多 我一炮一炮 集火 把你正面部隊換掉 我就贏了 是 你後面只有一台T-100LT T-100LT 有機動性有視野有隱蔽 沒錯 可是他輸出能力很差 是的 所以他完全不怕 嗯 我們來看看剛才replay 這BASAK 投機不早18米 還撞牆 哈哈 對Poly追擊喔 其實我覺得Poly這個追擊 是做得很不錯的 只是他算是繞了蠻大的一圈 才回來去幫助中間 去看小地圖的位置 對他不能直接上去 他直接上去的話會 等於送肉 他一定要打到 這個 守方的出身點這邊反打 那重點還是正面的隊友 不給力啊 他正面隊友 不給力啊 怎麼會這樣子 雷領一頓 相當可惜喔 因為 Cartex一開始是有 打出一些優勢的 對一開始真的有 有打出 有打出不錯的優勢 可是 重點就是在於說 正面的對砲真的是被雷了 合格還是攻擊方喔 對啊 賈毒品已經先達到2勝了 2比1的領先 那 Ziko你覺得今天會不會打到Typebreaker呢 拜託不要 好的 拜託不要 我也想不要 我也想不要 當然我不要 他會希望露品獲勝嗎 當然 當然相對是希望對不對 對 就是希望露品再多加油一些囉 看能不能撤出這個氣勢 把勝利拿回來 那MICE這張第五席 其實是CarolTiger所選擇的 所以 相對是CarolTiger對這張第五席 所以應該要更有把握 恩 CarolTiger CarolTiger 主要是進攻方本來就難打啦 進攻方本來就比較不利 那 加上 加上自己的 正面對砲真的是 犯了太多失誤 主要是 主要是出現在對砲啦 你看到 你看到這邊 CarolTiger上去的時候 其實沒有做好互相掩護 是 他們都是一台車一台車上去給人家 八頭八頭八頭 是 那你看 露品這一次上去都是一起上去一起下來 同進退 是的 我一起上去 然後五個人同時巴尼一個人的頭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所以大家都有做好互相掩護的工作 那勝利就是這樣 反對配合 對勝利就是這樣子累積出來的 一點點小地方 一點點一點點累積出來 累積成一場完整的勝利 是 對 那就是 先恭喜一下露品啦 然後這個過場再那麼久 我們可不可以去搞 去傳達一下主辦單位 開始啊 開始了 太棒了太棒了 他今天後面背板有問題啊 今天 對 那個影片一直放不出來 OK MICE這邊的公手呼喚 露品是出了一台E3 一台槓梯一台槓梯一台 一台帽子兩台五位跟一台25T 而CaraTX只有兩台槓梯 三台五位 一台T5051跟一台T100Light 這個的話 這個陣容 你看 進攻的露品 這個就很明顯 就是要跟你拚了 直接衝殺 對面也直接衝殺 OK 瞬間亮到了 亮到了 亮到了 T100Light T100Light 還沒有 還沒有看到後面喔 還沒有看到後面的側 還好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Upa 先往回側 那黑臉先去看八九頭 先中一顆 OK 全亮了 OK 又把他推下來想說 那我現在要上去還是 直接中路對決了 他還是 OV還是很喜歡 黑臉的這一台 對現在是正面對決 但這次是 Rooping的對砲輸了 你看到Topping的血量 交換沒有交換成功 對 Lamber剛剛也中了一發 剛剛那邊有點像喔 就是一個 呃 如果你是很想要打野團的話 可能會在這裡 不會看到彼此的嘴砲 對現在在等Barsak的 25T到位 喔 被點亮也到位了 應該會開始出手 對 開始可以做一個 呃 後方偷襲 阿奇的IS7 血量生160CT血 在那個位置一直被打到 其實側腦的部分 好像一直沒有注意到 這邊有一個小空隙 是會被打到的 哇 阿奇倒了 可以一直把阿奇的槓器 給幹掉了之後 黑哭了又換掉了 Lamber的槓屎 這邊Echo也決定往前了 黑塔113 血量比較少 不敢往前 那SPEED吃了一個535 血量剩下一半 互相掩護 最好互相掩護 哎呀這一發沒穿 雷了 哇 MARO剩下一泡血量 而莫達妹先倒了 隨之MARO也跟著倒了下去 兩邊血量差不多 可是車輛比 是一個6比3 UPA繞背 抓到TACHA的E3 但正面倒光 對 黑歐克蘭也被霸凌喔 剩下 最後的兩發血量 OK 哇 那個 劉仁出去彈了一炮很漂亮 一個Double kill 把黑歐克蘭帶走 要去追擊山上的 哈里爾了 看起來應該會 應該會退掉吧 欸吃了一個499 欸不要翻車 他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走 Lag吧 這看起來有點像Lag的操作 我想說 欸 為什麼你要走 是爆屁嗎 韓國網路現在不好 韓國網路不好嗎 欸我之前有聽說 好像是連那個 呃 新加坡的網路有問題 所以其實各國好像連過去都會有狀況 但是沒有關係這一場 沒關係這樣 反正結束了嘛 就是稍微聊一下 這次他贏了 沒錯 恭喜Looping Tico果然不來了 Tico好棒喔 Tico最後把哈里爾給收掉 恭喜Looping 在這邊是恭喜結束 好棒棒 好棒棒棒 還沒有5分還不能鬆懈 哇這種生死之戰玩 真的才能 劇情如瓶的鬥志 不好意思喔 我家的貓貓踩到我身上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把我家貓 關在外面了 好好好 來趕快打個招呼 對真的是生死之戰啊 像一個三比一的領先了 對剛剛這一局主要 又是正面在雷啊 正面怎麼會這麼雷啊 這邊是完全正面的對砲有沒有 沒有 而且真的很像野團結尾 可以看他剛才的李飛 你看巴薩克在後面抽 然後正面怎麼 怎麼沒有反應 大哥這時候正面 這時候正面應該要推 你要配合Youpa在890號線做推進 是 然後Youpa在旁邊打狙擊打太爽了 完全忘記正面要推這件事情 嗯 你看這邊 完整的被巴薩克抽掉一夾的血量 那你正面怎麼會怎麼樣打贏嗎 對不對 重點還是說你正面對砲完全全面潰敗 才輸掉這場比賽 你正面完全沒有做出相對應 你看上一局 Looping被 發現被繞背的時候 做得很漂亮是什麼 全軍往下鋪 跟你拚了 是 反正大不了就是 公子下次再來嘛 對啊 代表就 下回再見嘛 這邊其實沒什麼懸念啊 就是對砲 呃 絕對就對砲對輸 你看巴薩克這一局好carry啊 打到第三甲還是沒掉血 這邊就殘局了 兩隊實力 真的沒有說 呃 像是賽程 就是賽 呃 成績表上照面上這麼懸殊 嗯 是沒有那麼懸殊沒錯啦 嗯 就主要還是說 盧品的發揮 今天莫名其妙突然 欸盧品有時候真的發揮得很好 今天剛好就是那個 有時候 前面剛好今天也是關鍵的比賽 對今天 今天這大爆氣 像生死之戰真的 對 小宇宙大爆發 就是 有時候表現很好 他通常都還是會輸掉 可能好一點 5比3輸掉 或是5比1 那最好情況會打到timebreaker 那今天的有時候 偏偏是一個 關乎horseman的生死的時候 這真的是 小宇宙大爆發的一天 嗯 哇這樣子 盧品要完成寶擊的 重責大任了嗎 欸應該是很有機會喔 尤其是這麼平靜的一個打法 對這主要還是說 這真的是 哇真的是盧品今天 這個翻的決定 翻和不翻還有對砲的決定 都打得很好 反倒真的是 Carlin Tiger是不是壓力太大 因為前 第一場我跟Edison有在聊到 就是Carlin Tiger的 每逢大賽 比 比假賽的一個 一個超級紀錄 對 這是一個 好像現場上非常緊張的 對 畢竟 電競選手的現場賽 是另一個 必須要克服的考驗 他線上一條龍 然後線下一條蟲 但是 遇到大賽除外 也是電梯直接向下 直探谷底 不過我覺得 Horseman在現場賽的時候 也是比較容易緊張 對啊 Horseman自己有這問題 也是電梯向下 對 很類似的問題 電梯向下 對 所以其實我對 Carlin Tiger是蠻有親切感的 其實 B Gaming也是一樣 就是現場賽的時候 那個緊張的表現 現場賽大家一定會緊張 可是偏偏落差比較大 你就覺得 很親切 我了解你的感受 對 電梯向下囉 你好 電梯向下請問到幾樓 直接到地下 你應該 你應該到18層吧 對應該直接到地下18層 直接 現場賽 現場賽回到白銀級的水平 就差不多這個感覺 就這種 不過你要想一下 如果白銀級真的打現場賽 他們可能會更往下 到什麼紅銅級 對 這可能會到那個阿根廷了 哈哈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精緯度的關係吧 如果 假設健在台灣垂直往下 鑽的話 會鑽到阿根廷的樣子 我不知道 謝謝你的 謝謝你的知識 不過這真的是 就是一個 現場賽事中 必須要克服的狀況 對阿 這真的超緊張的 對啊 那每次就是 你可以看到有些觀眾說 欸 市長他怎麼打成這樣 或是你看這是我們最強的隊伍嗎 你自己來打 我知道了 非常非常非常緊張 OK 第三張地圖 破grove卡 對 簡單開始了 那Looping這邊是出了三台的5A 兩台的25T 一台T5051跟一台E503B 而Currentine出了四台的5A 兩台的25T 跟一台E50M 哇 這一個對決 哇 Looping 這個防守 這鐵的心就是 就是要你等你 釣你進來打 哇 有一種空拍機起飛的感覺 嗯 等一下 不對吧 為什麼 103B跟著往前衝 嗯 133B就衝了 大概的底線嗎 對阿 他為什麼要跟著往前衝 SPEEDS的103B 對耶 他現在衝到了一個 15的點位 要跟大家一起打個 15號中線 而且這邊是直接翻下去 跟你打 哇 Looping 這膨脹了阿 欸 現在幾秒 我現在29 18 對對對秒速對 OKOK 哇這膨脹了吧 趁氣勢正好阿 哇 Bassar可不可以打得只要一半的血量 對阿 他一個人在南面翻過去了 哇 普通的交換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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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了 剛開賽的感覺 不過 混了一個25T的半血是蠻 我覺得蠻不錯的 後面有狙擊槍線 HELL CRY已經拉到AEA2了 HELL CRY已經拉到AEA2了 我不是想吃了一發 逃了一發 又吃了第二發 3128 哇這集火 但HELL CRY被發現了 直接吃了三發 還是一個淡血 這個集火 然後打拼也吃了一發 棒棒棒 我覺得棒棒棒 你跟我講這集火叫做 寶擊隊伍 我 我不信 幹嘛這樣 其實我真的覺得後面幾名搭的 搭的好壞差不多阿 多瓶打得好 真的打得好 雖然Less and Mary打得好 所以真的打得好 然後不得不說 Car Tiger Horse Man 甚至是TE打爛的 所以真的蠻爛的 對不對 對阿 欸哇黑臉被抓到 好這邊又是一個Echo的側面 Echo來打下去又沒傷 這太遠了 雖然是150M 但還是很遠 K卡吃了一發 哇 25T真的不適合狙擊阿 你看 效率很低的 太遠 然後很會飄 兩輪彈打完 然後 只穿了兩發 但其實現在局勢對於這個 Rupin來講還是很不利 因為他們 第一波打這種冒險 然後 沒有打到相對應的東西 這樣子去耗血 會 會輸 是的 雖然是防守方 但是時間對於靠帶來說 還是很充足 他可以好好的想要 現在怎麼殺到你的血 對 尤其是把巴薩哥打掉 正面的單發車的情況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那重點還是 Killcry在AEAL這個點位 你抓不掉 你不是應該講說 你沒有人去顧他 然後 Splitz的103b 在這個位置 也沒有什麼太 也沒有 也是半血 也沒有太好的輸出角度 但是 莫打妹 阿巴薩哥 我先打掉了 莫打妹 哇 莫打妹這個 急了 他翻上去了 這不應該要翻的 然後 Killcry 哇 又雷了 他回來居然擊穿好像真的蠻差的 25T本來就不是拿來打狙擊黑槍的東西 是沒錯 而且這樣地圖 就是距離又遠 然後 越遠他飄越飄 但是 但是他往往是一個關鍵 就是這個距離不對阿 這個運動方法比較糟糕 應該讓阿騎來打會比較好 你這就有點像叫Michael Jordan去打 棒球一樣 好像 等一下 我記得有個選手是棒球出生的喔 等等喔 Michael Jordan有打過阿 但是 但是打得齊爛無比阿 白襪盾那時候都承認 我們簽他只是為了要賣門票而已 好吧 還有誰 Kobe Bryant Kobe真的會 真的會提 對不起我錯了 好 好 我的媽媽我被鳴了 還是要小心 因為其實現在血量是劣勢 只有車速是優勢 而且重點是 你好Cry跟阿騎 你這樣放著遲早會出事 真的遲早會出事 放著沒有什麼意義阿 而且你是攻擊方 那剛剛收到7分鐘的一個 呃 餘餘的時間也被壓縮到5分鐘了 這邊 天阿 Karen Tiger是集體藍白畫面當機嗎 整隊中邪阿 你看這走位現在 開始往平交道口移動 然後意義在哪裡 你想去抓10 他們想要 台坡嗎 你要抓103B 好阿那你被 A6跟底線平交道口一個交叉火網 那底線的話則是那個 黑臉去抓T恰了 欸他沒有炮掉了 結果T恰被圍 然後打一個5.70 然後被黑臉帶走 哇被斷腿 哇斷腿 秒修秒修 有逃走 沒問題 來就 看到一口 這邊第一發沒傷 第二發有打在Level身上 終於就傳一發 哇 Revolution的位置不對 嗯 這個被Maro給帶走了 他平時就承受 要垮了一個 400多傷害 再承受一發527 哇這個站 隨之被Maro給送回車庫 這站位不對了 嗯 這個整個站位都錯了 一開始Looping是有優勢的阿 把自己優勢送掉了 嗯 嗯 場上是3打6的一個局面 我聽到這好卡阿 我這個履帶可以看到底盤 打一個46 軌道的間隙 很快 2 4 7 5 3 一 2 1 4 5 5 5 這樣血量稍微相對充足的Hill Cry去抓Echo 吃了一發 然後回進給Hill Cry身上 再來站腿 結果這一發秒修 連續都追擊了 好順利的把Echo帶走了 現在在線上黑敲了Sbyth 1 2 3 4 5個槍線 打黑點最後一發沒有打中之 Aki收頭恭喜CaraTiger這邊也是扳回的一個勝利 所以是來到了3比2 那這一局主要問題點就在於說 他們的戰術選擇和配車是不相應的 如果你今天要打這種打法的話 那你這套打法在俄羅斯有沒有打過 有 要怎麼打 全部帶6台槓7加一台25T 或5台槓7帶兩台25T 加強自己彈砲能力 對 全部打大衝鋒 直接下去一波跟你決勝負 那剛剛第一個是裸品的配車不對 帶了一台103B 不應該這麼打 有沒有看到剛才的replay 帶103B當然一開場不是走個黑槍而已 是直接跟他一起從中間衝過去 是直接跟他一起從中間衝過去 可以接人到中間的位置 你看現在交戰 你看現在5A站的地點跟5A屍體的地點 全部在高地上 等於是自己想要探出去 可能不論是攤炮也好想要亮也好 沒有翻過去打 應該要 要嘛就是直接一波翻到對面的 對面的第一處去打 而不是在 留在EF中線打 這只是增加自己受彈的面積而已 受彈的角度而已 受彈的角度而已 你一波翻進去打 只有正面打到你 留在上面打 四面八方都打到你 你看這邊 這最後 這已經是最後殘局處理 那重點還是在於說 你這套配車的 你選用這套配車之後 你就不應該要 打這麼激進 一波全部衝出去打 而是應該要 在地圖西側23號線的底線 做布演 然後做布防 然後等待對方 迎接對方的衝鋒 更甚者是說 如果你今天已經這麼打了 那在場上的局面是 你看到 Hell Cry還有 Aki兩台車繞背的 繞AEA的時候 你這時候 這時候正面就是 不期待一下 翻過去打一波機械 是的 因為你這時候正面是一個 七打五 是我們常在講的 在比賽中 我們一直要創造出的 局部優勢 這邊是自己對面分併 快速把這邊吃掉之後 再回來打這兩台車 不虧 戰損比不會虧 但重點就是說 你在自己的這一邊 在北面留太久 然後翻的時候 翻到一半 停在EF中線上做交戰 而沒有翻到南面去 這是這場比賽 這個Looping的兩大敗比 對 因為我們在創造這場比賽中 如果你真的要打一個正面一波 要不然就是快速的 到一個 適合近戰對戰的位置 要不然就是不要讓自己破爐在高點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打個地盤 打個半個半個鋁袋 然後被擊火 對 這時候是太有可能發生的 對 所以不應該有發生 現在其實Carlo大概是攻擊方 對 所以我覺得Looping這場是打的稍微 比較 比較激進一些 打得太過於激進了啦 就有點 太過激進 膨脹了 哈哈 對 膨脹的很大 對 那等一下到了公手互換 其實 以Looping來說 在攻擊方 的Purovka獲勝是真的比較困難 所以一下他有機會達到才不會 不過 攻擊方要獲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Purovka這樣地圖 比較 攻擊方是有機會獲勝 而且比較有辦法做一個拉扯 而且Looping如果真的鐵了心 這樣子一波這樣硬打下去 也不一定會輸啊 我們今天看到好幾次衝一波而已 對不對 我們看到好幾次衝一波下去就打贏了 對 就像我提到 其實我覺得兩隊的近戰技巧 沒有差距這麼大 是差在說我的經驗上 我們提到的是 Looping也許會演你第一套戰術 但是一旦 所有的選手就是分完兵了 就是被地圖切割了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變成是一個經驗上的關鍵 但是就 如果真的要一拼近戰對戰的話 我覺得Looping是很有機會的 噔噔 對 來看公主的互換吧 Looping這邊出了四台的5A 兩台的25T跟一台的103B 而CarronTiles出了四台的5A 兩台的25T跟一台的103B 啊 他怕他學我 這個就跟游泳跑步一樣 你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不構成抄襲 這10神嗎對不對 嗯 不會 失敗中的失敗 開場是讓Bassar先領軍 跟Tapping 呃 Number一起往中間前進 Tapping Number Revolution 做第一波的開光探查 但Bassar可探得不夠上去 沒有看到東西 不會還好啦 這邊大家都知道 你會怎麼走 我會怎麼走 對面只是卡三台的5A 那把UPA放到了那個河邊 三台5AUPA放河邊 這個自己壞事做多的也會怕齁 呵呵呵 會怕齁 前一對前一 怎麼 怎麼自己怎麼做就預防別人怎麼做 會怕就好 會怕就好 好現在這邊看得到是 這邊Looping要做一波集結 感覺是要 改從23號線一波推下去 嗯 嗯 那兩邊的Hellion是 Current Tiger Helion 兩邊的103B Current Tiger Helion 在A6的位置 而Looping的 的113B是Speed 是不是先壓在 那個G1的位置 這邊剛好撤走 Hellion換位了 這邊A6換個位置 避免被抓 好這邊25T和5A可以看到很小心 一個草叢一個小 一個草叢的 逐步推進 嗯 生怕被抓到 因為要做壞事吧 所以要前進很小心 對對對 喔Lambo被亮了 中間的 5A被亮還好還可以接受 那 重點是這邊 25T還沒有亮 巴塔沒亮 然後 Tapping跟 Revolution也沒亮 嗯 然後Split在E1的位置 算是 Echo1的位置 算是 意料之中 真的有騙到吧 因為Current Tiger 已經派車去南邊了 可能以為說 Looping是要走個打南邊 這個不是 這邊主要是從南面清過去 因為這一套打法 Looping很怕被 南面被突破 被衝一波 對他就看一個T Trot在 那個 最南邊 算是做一個仙茶 可是有點太 太遠了 我自己覺得太靠南了 要稍微往北 拉那麼一點點 好像比較容易落單 對不對 會來不及跟隊友會合 或是隊友可能支援不到你 怕 怕 怕對方人品大爆發 嗯 有時候對方人品大爆發 25T軸射也給你打中 我只怕這一點 我看到103B 我這邊 我剛剛就是沒有辦法造成有效的攻擊 角度不好 不能打 但扣著 等下一波 還在等待個進攻機會了 拿Looping這邊是 十一方的23號線 已經把陣型再拉得更暫一些 這邊 這邊 卡恩泰克已經把防守 防線佈置完成 他前面有兩台車很標準 那些就是比說看誰先犯錯 在火車上有戰車 有啊 T34 3476 哇 Echo 燒起來了 OK滅火了但是自己加一泡血量 好 時間剩下不到五分鐘了 嗯 然後防守防爾卡拉太人還是一個滿血歐 郭敏好像找不到進攻的方法 但我想到那有一年 伊隆打伊隆打Navi的時候 一樣的慘況 那世界賽嗎 對 哇這個屁股被打一個506 連對方沒看到血就沒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比數好像是 7比2嗎 欸那時候是打Bews3嗎 很懸殊的比數就對了 很懸殊的比數 然後重點是 對方影子都沒看到血就沒了 那時候真的是感覺到級別有差 就那種感覺就是那種 真的就是那一種 NBA打SBL的感覺 真的就是NBA打SBL 沒有 那當下只有這個感覺就是 原來這就是 這就是俄羅斯伺服器的實力 應該說是俄羅斯伺服器的 冠軍的實力 那時候拿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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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lraiser 然後Hailraiser是第二名 沒有那一年是伊隆打 拿到第二 因為那個 千錶幫了伊隆 那是那一年幫了伊隆大 是韓國隊 被這個 因為是單淘汰賽 直接被打掉 那你還有一個 那一年主要是 拿V 拿V 跟Hailraiser那一年 在那個 準決賽先強碰了 好像是 超殘酷的一屆 那時候好像是四個小組賽 然後一組裡面有三堆 然後互相打 看成績 然後有一千兩名就可以晉級 到八強 對然後那一年 那個 KASNAKRU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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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決賽被逆轉 被打得亂七八糟 嗯 印象深刻的一年 喔 殘血彈掉 當 進入場RELO 再當一聲 越快來把BASA帶走了 只剩下TITRA 89滴血 這應該不會當了啦 他沒怕 喔有有有有 不過阿騎還是把TITRA帶走了 恭喜 呃 Karen Tiger 所以在 普洛夫卡是兩戰全勝 所以比數把他拉到了3比3 回到原點啦 知道要打幾場TITRA 你覺得呢 不要再打了啦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真的會累 真的挺累的 剛剛這一局的主要 這一局 這一局 問題點在於說 那在於說 第一 那個 Karen Tiger 對於 Looping的這一套打法已經照有預防 所以你看到他們 部隊是慢慢一波一波 慢慢拉回地圖東面的 是 這是對付這套 這套打法的標準配置 只留兩台車看住 地圖西側的站點圈 嗯 然後其他車在後面架好槍掩護他 那這邊Looping自己自己也沒有想 一時之間也沒有想要突破方式 其實要突破方式很簡單 因為對方 控制的 控制的地圖位置只有 北 地圖西側跟北半部一半而已 你這時候 來看一下剛才的TITRA PLAY 嗯 這時候多多利用25T去繞啦 然後5AA就對砲 對贏 對 不要對輸就好 用25T去繞 去拉扯 去干擾對方的判斷 就像蒼蠅一樣到處亂騷擾 對去騷擾對方 對去騷擾對方 不過這場看起來是Looping 沒有找到該進攻的方法 他可能對這張地圖 沒有那麼熟悉 嗯 應該是 不太會打 嗯 所以 你看這巴薩克 哇 一二三四五個槍線 他在裝彈沒辦法 逃不掉 嗯 接下來第四張地圖是 摩羅 摩羅萬卡嘛對不對 對 摩羅萬卡 那摩羅萬卡這邊是 是Looping先攻 打開他可以先守 而且這張地圖是Looping自己選擇的 所以要好好拿下來啊 是如果可以拿下來的話 啊 最好這次5比3直接結束啦 不然其實打到Timebreaker 必須說還是很厲害 還是很厲害 也算點過大家眼睛了 現在Looping非常需要這分數 嗯 而且至少想一下 英文台的主播賽評是預測 欸3比5 2比5 1比5 輸掉的 你至少打一個3比3了 我很希望Looping可以 正規八局 正規八局 解決掉Karen Tiger 完成暴擊的大夜 我也希望 我沒有記錯的話 Looping和Karen Tiger 上一場比賽 上一次對手是4比5獲勝的 我要看一下 因為那一場也是我撥到 然後真的打得非常的 非常的久 但是 對Looping感到很佩服 韌性很夠的一支隊伍 啊沒錯 我講錯了 那時候是打4比5沒錯 但兩隊表現很長 然後CT Karen Tiger在4比2的優勢下 送掉了GoTown兩局 之後Typebreaker 在HeroStove輸掉 嗯 有點印象 因為我記得 對對對 我記得那場那時候 大家也是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Karen Tiger打到輸 然後我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 欸Looping 這支隊伍應該是 呃蠻有韌性的喔 可能不見得每次都會輸喔 左右 我們看到這場是不是也是一樣 左右護奶嘛對不對 對 對 因為你的功力吧 就 大家不然是一個判斷一下 你覺得這一局誰會贏 不好說不好說 真的不好說 這個哪一隊贏 我覺得你想不好說 就是打Typebreaker的意思 呵呵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所以這時候不是應該說 我覺得Karen Tiger實際上還是比較強一點 沒有沒有 豪門的底韻 豪門底韻就在這一刻 欸可是這次也是事實啦 必須說總體成績來講 Karen Tiger表現是比較穩定又好一點的 而Karen Tiger在這一季已經夠不穩定了 就豪門底韻嘛對不對 嗯 這就是豪門底韻在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就會爆發一輪出來 這就是底韻 這是你的人品 呵呵 沒有這就是底韻 好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如果在中間過那麼久的話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這邊ESO放 沒有傳任何的訊息都OK的 一切正常OK 好想要主動說 可不可以加他們快一點 哈哈 那其實看這六局嘛 第三張地圖 一二三四五六 對六局 六局你看下來啊 Karen Tiger 真的很不會跟人家硬碰硬正面對撞 撞一次輸一次 撞一次輸一次 連Looping都撞不贏 對我記得Karen Tiger 是在上禮拜的時候打得很積極 有打出不錯的狀況 可是過去的經驗 因為Karen Tiger也是一支老戰隊的吧 也至少大概打了三年左右 都是一支節奏相對比較慢 把在數拖得比較長 然後又擅長調度的隊伍 對他們撞一次輸一次 正面對撞碰一次輸一次 碰一次輸一次 那這幾場 這三場Karen Tiger 贏下來的比賽都是把陣型拉散開來 沒有給Looping一個直接正面硬碰硬對撞的機會 都才拿下來的 因為其實你看 這個正面碰撞能力 Karen Tiger真的是有點 該講說不堪一擊嗎 就有點 有點脆弱啦 對啊 就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黃金級隊伍來的這麼可怕 可以正面對撞怎麼撞都撞得贏啊 這一季其實有比較明顯感受到 各隊的戰力有在往下滑一點點 當然我們也說到說因為休戰期很長 然後當通知說要開戰的時候 其實準備時間也大概只有一個月左右 都是比較臨時的狀況 對太短太短 但必須說Karen Tiger畢竟還是一個 打進過三次亞太北決賽的隊伍吧 三次吧 台北ATD4放一次嘛 今年花博一次 然後好像去韓國也去了一次 嗯哼 那來看一下Murovenka的地圖 Looping除了是一台Kravargan 四台的5A跟兩台的25T 而CT則是一台113 一台Kravargan 一台的5A 三台的25T 和一台的13105 才怕他學我 沒有學阿 不一樣的配色 有學Kravargan啦 很少看到欸 很少看到兩邊同時出欸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要打麥頭嘛 那這邊 25 113105 主要會去做演 那這邊 那另外一邊的話 Looping這邊的戰術就很明確 因為他有KRV 就是要直接跟你決戰一號頂位 不跟你囉嗦 跟你對撞 撞贏就是贏了 我覺得這樣節奏很快很好 狹路相逢 看看5A去 KRV上去 但KRV爬上去打的時候就 就會很好玩了 就要考驗KRV自己駕駛的對砲技術 反正你KRV我也KRV 看看誰比較會現場查載車 那兩台5A進去就站點 第三台5A也跟著塞進去 KRV跟妳做壓制 對 對 我還可以自己走位的狀況吧 嗯 然後自己的 UPA的KRV被偷了一發 誒沒有人寫到 彈掉了 Echo的 他應該打 不要打Echo打到殺屏 不過方向上去 真的不太好打 直接阿奇又被承受兩發的重擊 不敢不敢不太敢他 因為對著三管槍 出去 但是三發 但是三台車站點是非常非常快 而且他只能履歇到最外面那台車 那 站點時間還有5秒鐘 4 3 2 1 OK履歇到了 好這時候KRV他給他鋪一鋪 對 我不跟你玩了 直接出去 5A跟三台的25T群直接衝出來 激活在流氓的身上 把流氓的打掉了 哇 後面巴薩跟Splits是分兵了 完了 對 非常可惜他們想去追擊UPA的KRV 不過反而是很好用 那T群這時候把UPA打掉了 互相掉了一台 Holy這時候把 呃 殘血的Echo給帶走 阿奇把蛋繳在 那個花的身上 但沒有傷害 好現在就是看Splits 啊 他平東西壞光光 對現在看Splits跟Bassak 第二波進場的狀況了 現在要靠這兩台車了 紅色頭髮有穿 對 可惜是第一傷留了 一百隻 對然後沒有 沒有蛋了快跑 Nambo也是被卡在中間 對 呃被Name帶走 哇 T恰KRV在哪啊 這時候 這時候T恰KRV 激烂的呼喚了 把Hellgrime給帶走了 正面的T恰Lian 第二波進場 這邊他平要倒 看到了Splits的側面 所以他平倒了 把Splits才剩下一炮的血量 T恰KR帶走Hellian 之後Valu也把T恰KR給送回車庫 但是 毒品已經有一個蠻大的 血量上的選術差異了 加Valu也帶553 在Valu的槍線之中 等你出來 齁 剩48滴 今天各種D傷欸 或是各種RNG 幾乎每一掌都會看到 血量不足100的車子 甚至不足50 啊 單腿了 沒傷沒傷 秒修之後快點加速逃逸 後面13105都追來了 我的天啊 要結束啦 這只是追不追得到而已 這時候有個小動作要注意 就是砲管要直向敵人 嗯 然後這張 對就是他在前進的時候 其實可以往後看 他用自動瞄準 自動鎖定 這樣就好了 哇 這把有一個傷害 當然也送走了自己 打恭喜 呃Kara Tiger 是先拿到了 Timebreaker的1點積分 再拿到了3比4 哇這樣子 這局面真的 好緊張啊 Timebr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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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來說的話 稱之所以我當然 希望打到Timebreaker 不管怎麼樣 Cara Tiger的積分 都會被壓制嗎 其實這樣對於 host me來講是不利的 所以就只能期待 Looping就是 達到那個 5比4啊 我們來看剛才的精彩 可以 Pick Looping是採用了一個很 很傳統的打法 這對這打法很傳統 主要是分兵了 你看Splits Fasta跟Splits 沒有辦法支援到 對這兩台25T離太遠了 所以這邊一直被 看到他一個少打多 少打多 少打多 通常應該會在123號線嗎 通常會在那邊 燈塔附近待命會比較好 嗯 因為可以第一時間做支援 是 是 好燒起來 這個OB 好的 那就是恭喜Cara Tiger 他曾經在一個3比1的劣勢 又連追了三盤 所以來到了3比4 現在現在情況真的 真的不好說了 嗯 不過Cara Tiger這場還是蠻穩扎穩扎的 因為也看到對方是一個很 很傳統的一個進攻戰術 那這集當然也是傳統的 就是穩扎穩打的把 把他給防禦住 主要還是在於 主要還是在於說 主要還是在於說 Looping有時候 布陣真的拉抬開來了 嗯 這局如果布陣不拉開 真的會贏 我覺得會贏 因為前面對炮 這邊Looping是對贏的 對 而且其實站點時間 大概就差個4秒鐘吧 對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 剛剛說到的 Speed 還有Barsak 他們能夠更近來 製造一些牽制 那我覺得他這種傳統 但是穩扎穩打的戰術 還是有很大的贏面 嗯 穩扎穩打 其實這套戰術已經夠穩扎穩打了 對啊 但是就是分兵分太散了 有時候 有時候分兵真的是一門藝術 你什麼時候該分兵 什麼時候不該分兵 你要自己拿捏好 是的 你這個時候就是 你要去拿捏好說 什麼時候大概距離要在哪裡 然後該不該分得這麼開 因為剛剛很明顯就是 太閃了 太閃了 嗯 這就是可惜的地方 如果你不要打那麼閃的話 這真的會有機會 有時候 這真的是要靠隊伍的經驗累積 因為 光看 光講說要 雷 說要近一點 每個人都會講 可是 要多近 然後 什麼樣的距離才是 互相能夠支援到的 沒有人知道 嗯 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是說需要 去靠隊伍在 實戰經驗中去累積 去 去 不斷的錯誤中嘗試 從錯誤中去嘗試出一套說 大概知道說 我要抓哪個距離 才是相互可以支援到 我可以支援到你 你可以支援到我 然後 我面對對方 衝震的時候 我不會一波被衝散的距離 這 這個就是 這就是每個隊伍要自己去嘗試 HOSTMAN也是走了很久 才抓到說 什麼樣的距離 不會被一波衝散這個樣子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迎來我們的 Romeca攻守護換了 對 攻守護換之後 可能還會用KRV 因為看起來這兩隊對於KRV還是 比較 挺有獨鐘 對對對 但是 為什麼其他隊我不用KRV 第一個 機動性不好 然後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是輸出能力 彈與彈的間隔太長了 是 然後裝填時間也太長 這兩個 然後穿身也不太夠 因為這三個點 所以各隊其實比較 其實比較 不會喜歡使用KRV 那我們來看看 在攻守護換後 我們來繼續使用 這邊 Romeca攻守護換後 Lubin是出了 4台的5A 2台的25D 1台的M48 大巴盾 而Clubin他出了 2台的槓器 1台的T57 Heavy 1台5A 2台的25D 1台的003B OK這次就沒有Caragon了 不過出現了我們在 前面的賽事中 有看到的大巴盾 記得是在 Lupi隊長Horseman的時候 還有的是 Lessor Memory隊長雅圖 在Romeca加上地圖 你都可以看到 大巴盾的出現 先打一些 先竹物 不過這邊很快 亮到對方了 就開始做一波火了 這邊Hellian 上來 其實這個位置已經被點亮了 大家都知道要避開 這就是 非常傳統的一套打法 比雙方的對砲和擊 我還要站位了 這樣很好 這樣節奏蠻棒的 當然我覺得外圍兩台的25T很關鍵 對兩台25T會很關鍵 大薩克這回去被看到了 想偷 沒偷到 哎呀 OK沒有偷到 打到塔兵 呃塔兵你損血了 5A 不知道誰打 5A打 那個不是 103B 103B 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不要站得太上去 這個會被5A打到 這代表一件事 你的位置太上面了 嗯哼 請你按一下你的S鍵 稍微往後推 好這邊 感覺contact要直接把入品包起來打 不好意思我關一下床 因為11點了 請 希望我不會被耳機線絆倒 因為耳機線是綁在背後的 為什麼綁在背後 因為這樣不會露出來 比較不會 不會不美觀他 OKOK我不美觀 不不 我是習慣藏線啦 從以前播比賽的習慣 會把那個線 塞在 藏在衣服的外套裡面 謝謝老師也沒藏啊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帶麥啊 我的帶麥我會藏啊 他有帶麥喔 他沒有帶頭帶式的 喔 對以前 講得好像 講得好像耳道士就沒有線一樣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以前 耳道士不會那麼明顯啦 以前我們播的時候我們都會把線塞背後 沒有你們啦 他沒有塞啦 他有塞 他賣亮了 喔他以前是塞衣服 想想 你在攝影棚裡面的時候我有塞 但我們現在在家裡 他連 我記得我們在播報前面討論說 欸我們這季播報穿什麼衣服 他說在加播他不要穿西裝 等決賽再講 決賽有現場賽 就是有到攝影棚播的時候 比較正式的時候 對今天的驚喜就是我衣服穿三天沒洗 幹我屁事 髒鬼 還好 看這衣服從28圈29歲 髒鬼 對喔 從28圈29 這樣可以 可以打快點嗎 完了 現在卡倫泰克又進入了 你的電腦已停止回應 喔他打下去 喔不是他平打了 但他水了一個483 對 那打妹在這邊幹嘛 他在撞牆 他為什麼要 他為什麼要撸牆壁 又被打一個480 他發生什麼 再被打一個425 剩下543血量了 再被打一個 374 剩下169 他平衡相打 但打不到 好可憐 好巴薩克把某打被打掉了 他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他 我覺得歐比好可憐 歐比堵 他平可能會有一個精彩的 那個 殘血 結果都 都是他打的 歐比也是蠻辛苦的 這時候 兩台車進去做站點 時間很 時間跑得有點快 30秒 盲射一發吧 對是這樣 2號點位的 阿騎跟Hillcry OK Hillcry亮了 OK reset到 對 reset到之後 一台車在站點 Hillcry退掉 對 Revolution這操作很棒 趕快躲到房子後面 只要這個點位 還在 那 對不起 Karen Tiger You should not pass 耶 開怪客 阿平 把馬路給打掉了 一個7比5的局面 水量有4000流史 一台車在做站點 時間還有5分鐘 哇 怎麼在這關鍵時刻 Karen Tiger 竟然變成藍白畫面 就是Tapping Tapping 找不到東西打 阿 好孤單 我沒玩到這個遊戲 不是我覺得會變很好笑 只是 他很相信Tapping 就是Tapping 你打不到東西 好 鐵橋這邊是 一個173號69 殘血 69 又是一個尷尬的數字 呵呵 這有大魔王 喂 能不能保留一個 哇這隻人 車露出來了 又怕把這船打掉了 可惜沒辦法留一個 7台 中海存活 那83也被Helion 給帶回車庫 來到了一個5打5 注意阿 這時候沿著這邊對砲就好 不要太 不要站出去 想要做什麼事情阿 放手放 放手放穩住阿 不要做傻事 OK 口肉好淡了 滿血的喔 現在是往北做一個清茶 反正在對話好好玩 所以我看看你 你看看我 欸 我要去哪 欸 看到了 看到了 又跑來了 沒錯 就又跑一台亮者 那兩台的5T則是非常非常小心 而是走到0號線 嗯 這樣地圖我們撥個十場 都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走到那個0號線 但是想 應該想要繞整個北邊 到 呃 去包夾或到1號點位 不過這邊會直接看到 找我預計的Revolution 喔 Revolution 有看到 漂亮 nice 那2號 很卡很卡很卡 網路很卡 28滴耶 28滴耶 殘血的誘惑 但是小心 還有另外一台25T再等你 消耗到25T的血量真的非常划算 這麼遠的距離他要射嗎 沒有 他要扣彈 他要保留給自己兩顆彈 為什麼一顆要 不是 不是留給自己 不是一顆留給敵人 一顆留給自己 不是不是 這是一顆留給 一顆留給Hilkara 一顆留給Aki 然後最後一顆是保險 以免自己手抖 或是發生什麼事 一口撞 喔留在身上把Aki打掉了 對對對 你看有沒有 要留彈有沒有 三顆彈 一顆留給Aki 一顆留給那個Hilkara 他一顆可以留給自己了 可惜沒有另一顆啦 他自己 另外一顆是保險 因為剛沒穿自己吃了一包 下次一個3打2喔 保夾來了 Lamber要出去 血量比較多 Yupar側面 Topping打下去 沒傷害 Yupar把一個打掉之後 Lamber把Yupar帶走了 劉富神則是Double kill 殺掉了Kilkara 沒事 剩下兩台車是 熬這個Hilkara的側面感覺很好吃 Topping覺得終於有做事 終於有做事 Topping也覺得我終於賭對了 我玩到了 你看他裝盲 打到現在才900傷而已 我的天啊裝盲欸 你看人家都已經打到3400了 他到現在才900而已 他還不是故意的 就真的剛好沒東西打 裝盲 混分 好啦剩下Hallion的一台測試 用Lamber Double kill 搶下這場的攻擊 欸 Speed打了3400多傷害蠻多的 恭喜Lupi 這場的賽局一樣推進了Tiebreaker 今天的Tiebreaker地圖一樣是Mix Lupi是兩戰全勝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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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魂 兔魂 Propoca各贏一場 應該是我記得Propoca 獲勝那場拖了很久 拖超久的啊 對 我們看剛才這台replay 放打妹這個位置 哇他完全 對兩面夾擊 他瞬間完全當機 很 很徬徨無助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還是後退呢 是要進去呢 還是出來呢 我要讀哪一所學校好慌張 要前置院了 你都很九歲了 你為什麼還講18歲的梗 我再職進修不行喔 你跟各位說一下 昨天是一口生日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講這件事情 吃開樂 耶耶謝謝 已經過了 等一下我再職進修不行嗎 我可以再職進修吧 可以可以可以 對不對 想想我三年後會卡身等的問題啊 呃 三年後再說 好之後被自己解殘局了 好這件事 留到最後了 一個 一個星星的射線 六網星 啊 最後黑臉被圍爐啊 沒錯 恭喜 Looping 這邊推進 Timebreaker之後呢 勝算就變得 更大了 因為畢竟 自己在賣十張地圖是攻守全勝的 我差點忘記切畫面 可以不要切回來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 閉起眼睛睡覺 沒關係 沒有沒有 還是要還是要敬佑 雖然隱形眼鏡很痛 我想戴隱形眼鏡啊各位 所以為什麼要戴一般眼鏡就這樣 因為我肝眼症 我戴隱形眼鏡會 把他戴不上去 然後就戴上去之後拔下來會超痛 好的那 今天確實是 目前這幾場都打好打滿哦 所有相關的時間 可是也帶來了很精彩的比賽 那剛才 講Tapping開玩笑啦 其實Tapping搞不好做事 但是可能 OB就是剛好不要他 找不到人打的地方 混分 混分金牌啊 我的天啊 這混分有夠厲害的 有趣的應該是OB 因為 OB在切換的時候 他們也可能也要想說 欸我預測下邊 下一段的會在這裏 我預測等一下他會有做事 所以我就先切到哪邊 可是也不會每次都太重啊 那個就是 這個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 人品人品不好 怎麼賭都賭不到 就像 就像那個有些新聞記者 以為今天會有新聞 跑到那邊去 結果誰知道今天 今天那邊完全沒新聞 在那邊哭作一整天 然後只好自己上PTT發 上PTT找新聞有沒有 還要上八卦版 然後就上什麼棒球版 還要上 網路一論 網路一論最近發生什麼事情啊 或是 經有一網友分享 對對對 然後最近上D卡嘛對不對 啊這我知道 啊對 最近比較多D卡嘛 還有什麼爆料公社之類的 對對對 我還是有 我還是有跟我的學生交流 最近大家都在用什麼 因為我發現 很 你發現你不能一直講18歲的歌 不是不是 我覺得我很受傷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問了學生 你們有在用PTT的舉手 就只有一半不到 哈哈 英文台這邊是LFISH說話 我非常高興今天不是我坐在主播台上 我真的有種深深被嗆的感覺 雖然我們不是英文主播台 但是 你知道英文台是有四個人還是五個人在冷班的 四個人 四個人是不是 偶爾有時候會請一些那個 特別來賓 比如說Suffin啊 特別來賓 今天我們有特別來賓 今天我們有Edison 對 Edison幫我支援兩場 還好 不過講到那個PTT的事情 就問了一下 問了一下大概班上 快40個同學吧 就我 我班上快40個同學問說 有PTT 就下課嘛 下課就寫了問說你沒有PTT的舉手 結果 一半不到 我不知道是大家害羞還是怎樣 是假的 對 就是一半 那我跟他說那你們現在都用什麼 他們就說我們現在都用D卡 然後用什麼 臉書爆料公社 然後就 哇 蛤 那什麼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蛤 那什麼 那把你可以問他們說 你們比較常用Facebook 還是比較常用IG 應該是IG喔 答案應該是IG 沒有沒有 我想起來 我有一個小朋友跟我講過 跟我講過 他想說 IG是拿來炫耀用的 Facebook是拿來分享正常生活用的 欸為什麼我看到相反 就是Facebook是拿來 呃 有包含了長輩社交功能的普通生活 然後IG是你真實的私人生活這樣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IG真的是拿來炫耀 因為我發現IG的站的累積次數比較快 很容易有成就 可是Facebook累積不容易 沒有那個成就感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兩邊的照片戰術差不多 可是粉絲數累積差很多 嗯 真的就是IG的數字寫起來真的很漂亮 嗯 你可以嗎 IG的 IG好玩就是他 他 大家都看得到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封鎖特定人 要不基本上大家都看 我覺得比較不方便的事情是 你發個廢文都還要付出 有點麻煩 欸現在不是 可是我們認識的一位共同朋友 叫水什麼的 嗯 他也常常發廢文不復圖 欸 為什麼在Himmelstorf 啊 這是補賽嗎 這不是補賽吧 等一下 我看看 算了我現在報車單好 Looping出了一台113 一台50B兩台Mouse 一台的武士重鎖 一台5A跟一台013 Krata出了一台113 三台Mouse 一台武士重鎖 兩台25T 阿對阿正常是補賽阿 這個車 喔 這是補賽 這是補賽 抱歉各位 我們介紹錯了 沒有是字幕哥正常發揮 不是我們的錯 受不了阿 受不了阿 Himmelstorf就有得打囉 我覺得 因為畢竟這是 被ban掉的地圖 到底會用基本功取勝呢 還是Krata用他深厚的經驗取勝呢 拿鐵113 先往月牙灣做一個探查 看一下巨號線 看一下巨號線 嗯哼 要戳到那個G6的位置 對現在先做第一波最簡單探查 你看現在 喔巴薩克被亮了 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接受 現在Looping的這整個佈陣 就是目前比較主流的一個 防守佈陣法 把防線稍微往外推 增加自己控制的範圍 避免說鐵軌被突破 這種情況發生 那也可以兼顧2號點位 那巴薩克的這50B啊 這個位置他就只有一個任務 就是打交換筆 而且確實就是 Looping來選擇攻守吧 那我就記得 Propocca進攻打得超慢 嗯 高 Lfish跟Banana 抓抓 為什麼會有這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在正規賽事中 偶爾有一些這種笑料很好玩 我自己很喜歡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啊 那比較可惜的是 呃 可能我們各自的那個台 就是中文台 韓文台 日文台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玩這種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可以啊我現在是因為來不及切畫面啊 笑 笑 要不然我也 就下次我們在播的時候 下面就可以放一個其他人的頭像 你就放一個Edison這樣子 沒有我放JJ 因為他今天他整個週末都不在 而且他下週好像也不在齁 他不在台北 他下週也不在嘛 我去找一下 我去翻一下他的IG 還有他的Facebook 有沒有比較燦爛笑容的照片 他現在 你說他在哪裡我覺得他應該睡覺吧 隨一點啦 你說你說問掛文 請問先 請問某某球人現在在做什麼 他現在大概在睡覺吃飯吧 應該睡覺吧 這是個很經典的防禦位喔 啊 對這個防禦點位 013在HD化之後 基本上是無敵的啦 出 只怕HE 然後Lamber的吃 莫名其妙吃了一發過路費 OB很閒欸我覺得 OB真的很閒 好 至少好希望 He'll cry一個lag 然後下去跳 跳了下去 不容易打到 這麼遠 然後以25T來說 是滿飄的 很不容易打中 但是 可以嘟嘟看人品嘛 反正現在沒事做 Lamber又吃了一發 不過有回進到MARU身上 我覺得Lamber的位置太遠 在這位置擺 113不對 可能擺MARU身之類的還好一些喔 對 因為113其實不能扛 嗯 這位置你重點是要能扛的車 哇這個 倒了這個倒了 Lamber這邊擺113就是 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那現在 Lamber的血量剩下 208 對一炮後 對然後BASAK血量也很低 現在這個就是交換筆 ROOPING會很簡單 就可以打出交換筆 但是 ROOPING CALWIN TIG很簡單 可以打出交換筆 但ROOPING打不出來了 因為沒有血量 可以去跟對方 做強行 強行的交換 C 我還沒被你收掉了 對然後這邊Revolution 這時候才去 這個太慢了吧 怎麼 一發過路費可以接受 掩護著兩台25T過去 對勝利的過去了 標準的8號線過去的戰術 因為他已經把你的 車輛血量給壓掉 也定住你在 鐵軌23號線的車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 用25T去站2號點 逼你的部隊要回來 要來跟我交戰 很傳統的打法 不過ROOPING這邊回房的車 越來越少 Speak跟Echo 在西南角開始打起來 501B還沒LOW啊 這時候其實應該早點熱 這時候應該是讓 武士中戰 往前頂會 絕對會比 武士中戰或MOS 往前頂絕對會比 E3頂在那邊還要好 至少交換比會比較好 也可以撐得比較久 因為你在這邊 打說交換比的前提是 我這台車活得夠久 原本只想開光吧 沒想要被打到 打到掛了 整整的打到 武士中戰的底盤 其實那時候就應該先拉 NEMBER就先走了啦 就不要留戀了 這邊沒有這個沒有什麼好眷戀的 這邊沒有這個沒有什麼好眷戀的 那邊的血量還相當的充足喔 所以是擋在那個MARO前面前進 不過ROOPING還有意識 知道先打殘血的車 對但是問題是這一波已經沒有打的本錢 哇 因為快把他打 打掉了 這個很傷 剛都好彈的50B而已耶 對所以這個已經沒有打的本錢了 剛剛LAMBER就不要再眷戀了啦 OK 這邊又互換了一台 現在是一個3打6的局面 HELL CRY甩炮 沒事啦 呃 自己撞破了一槍 呃 他要吃了一個419 沒事沒事 無傷大牙的事了 對 沒事 冷靜 他可以衝進去 要去打這兩台Monster 那HELL CRY甩炮 從側面再做幫忙 還要繞整個車站嗎 呃 又是LFISH 他BANANA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好 這打下去沒傷喔 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澳洲時間是當地的 凌晨2點15分 這就是LFISH一出現的原因吧 對現在大家都很通常LFISH 哈囉大家好 我先跟你們同在 但我仍在床上 欸嚇哩 餺口的側面被偏克拉里打到幾乎只剩下一炮血量了 包起來 OK 順利的帶走 嗯 還有Speech的欸嚇哩 加起來718滴的血 77滴賣下勝利了7 恭喜 呃 Kara Tiger在Timebreaker獲得了勝利 哇這樣 代表了 Rupin Rupin真的是非常可惜 啊 殘念 對 最後還是第八名 必須要調到我們下一集的白影集 殘念殘念啦 然後這樣這一場打完之後 Colin Tiger的積分來到17分 暫時是反超了Horse Man 所以現在目前排行榜的狀況是 Teen Efficiency第3 Seven Pirates第4 然後Horse Man Colin Tiger第5 然後 現在看一下剛剛的replay 再來介紹一下積分 感覺前面真的是Lamber的掉血 還有 喔 算是Bassar的50B吧 應該是關鍵 嗯哼 Bassar現在是一個滿彈的狀態喔 結果 第二塊從後面纏上 打了一發 兩發帶走 對 雖然說RuP今天真的氣勢真的很好 不過可能以防守的方式 也許再 更 更保守一些 也許會比較難 難被突破吧 畢竟就是林晶一變 可能沒有Colin Tiger這麼快 但是Looping今天還是帶給我們非常精彩的比賽 所以對於一個可以打出這麼精彩的比賽的隊伍 我覺得這樣的白衣姬真的是件可惜的事情 對 真的好可惜啊 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真的真的真心是 真的是真心希望Looping能夠留下來 對 我也是 不管他們的積分影響到哪一支隊伍 那Looping確實也是一支相當有實力基礎 然後也相當有心要打好打滿的一支隊伍 對 他們真的很努力 但是賽場總是殘酷的 是 那 當然就是也可以白衣姬在這更多磨練了 那第八名還是有獎金啦 就希望他們下一季還是有能參加 嗯 就希望 因為我真的覺得Lessie Memory下一季可能不會參加 感到有點惆悵 嗯 就有點可惜啦 不過 不過還是要這樣講就是說 嗯 這賽場是殘酷的 那或許Looping也可以跟上一季的 Dark Wolves一樣 在最後一刻回到比賽也說不定 對不對 啊 等於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喔 Looping就是上一季的Dark Wolves Dark Wolves是狼嘛 其實Looping也是一個狼人的意思 那上一季是因為有一支隊伍後來被取消了資格 所以所有該支隊伍後面的名次都往前一名 讓Dark Wolves又成功的留在了黃金集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Looping 那這一季賽季的話 目前應該是沒有這個問題啦 但就是 嗯 需要有什麼方式可以再回到黃金集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他比賽已經在裏比賽之後 休息一下就會贏 等一下就會贏 Karen Tiger RELATIVELATIVELYEASILY Yeah,that's... Looping Looks like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come through with this Now,with a 5v3 and 3 times the HP or thereabouts of Karan Tiger this one should be pretty much done Looping Looping Very slowly and painfully ToT100LT Yeah Not Good Not good if you're looping But pretty good if you're Karan 是一支手上的节目 不停了 这是你续游 野生人 好净了 接走很深切 现在是3-5 去选择 徒继续是最后的 我以为他还以为还在FG 我已经过头了 带回到蠟 又开始飛 带到其他绝对 不然不要太大 特别的 孙 的 只是把他嘴巴拿到适減抖 Lupin连这样的ETM 当时我 disruptive了 狼狸出了 狼狸出了 一方面他不将人都歴重了 他在 JestFit在地上 此次有什么离遥的 这个回应还可以 很长的 他现在到来 ambulans 宝贝能打消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